心理戰術,感情攻略 Hello,大家好,我是Luli 今集我們探討的話題是 為什麼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呢? 期望固然是一種注目和肯定 但很多時候期望越大,反而愈易造成失望 一貫優勢的選手,在關鍵時刻突然失信 個個都看得嘔嘴 縮讀鄺俊儀的幻想女生,在現實愛情中經常都撞板 發誓要得第一的上進學生 在一次又一次的考試中,經常都見證著自己的依賴命 即使只是毫離之差 這個是不是上天開的玩笑呢? 永遠為什麼經常都這麼作弄人呢? 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這個是不是宿命呢? 辛苦做望,造成失望 在兩者的世界裏面 如果觀察一粒子,就需要一光子 但光子會攪動一個粒子 所以不存在客觀的觀察 在意識世界裏面,亦都是這樣 你的目光就是一粒石,丟在那個壺一面 即使是非常小的,水面一定泛起漣漪 這就是觀察者效應 被觀察的事物會因為觀察行為 而受到一定程度或者很大程度的影響 而在壓力的情境下,這種影響總是很負面的 觀察者效應指出 由於觀察者預期某種結果 於是無意識地以某種形式操控過程 或者錯誤解釋結果 以達至他們希望得到的結論 簡單來說,就是身為觀察者的我們 沒有辦法不影響我們所觀察的事物 相關的研究證實了這一點 在完成挑戰性任務的時候 一群在場支持的觀眾 可能會引起個體做出比平時更差的表現 鬧暢對賽,如說醞養了七年的新書 慘被人罵 以上種種無一不是背負縱望之後的消極產物 是觀察者的目光,影響了他們的真實水平 壓力帶來了失望 心理學家耶基斯和多德森曾經對動機、強度 和工作考慮之間的關係進行過研究 並提出著名的耶基斯、多德森定律 耶基斯和多德森指出 1.各種活動都存在著一個最佳的動機水平 動機不足或過分強烈都會令到工作考慮下降 2.在比較容易的任務當中 工作效率除動機程度的提高而上升 隨著增加任務難度 動機最佳水平有逐漸下降的趨勢 較低的動機水平反而有利於完成任務 3.動機強度和工作之間程度U型擴展的關係 縱增強度的動機更加有利於完成任務 一旦動機強度超過這個水平 對行為反而產生一定的阻礙作用 可以看出動機並不是越強就越好 期望太高、德森心太重 反而會遭遇巨大的失望 那…怎麼減少失望呢? 不斷調整期望 人類有一套高級的意識系統通過評估現實處境 對期望或推行目標 不斷地調整你認識自我、認識世界 基本過程如下 這是一個永無知境的循環過程 當一些環境分子違背了這樣的過程來行事的時候 現實和不合理期望之間的遙遙距離 會令到他們產生強烈的情感衝擊 失望只是其中的一種表現而已 所以,不要開脅自己 也不要威逼他人 順事而動吧! Giv ourselves the permission to be human 找起自己是個普通人 今集就來到這裡結束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想來拿努力? 當然是我有辦法 歡迎Follow我的Facebook專頁和IG 再見 字幕講來